春天来了,大地一片生机薄薄,色彩斑斓。小明是一个住在乡村的孩子,他非常喜欢春天的色彩。 春天来了,大地一片生机薄薄,色彩斑斓。小明是一个住在乡村的孩子,他非常喜欢春天的色彩。 春天的清晨,小明走出家门,发现田野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朵。 有红色的玫瑰,黄色的菊花,蓝色的枫林花,还有粉色的桃花。 小明兴奋地跑到花丛中,欣赏着这五彩斑斓的春天。 春天的清晨,小明走出家门,发现田野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朵。 有红色的玫瑰,黄色的菊花,蓝色的枫林花,还有粉色的桃花。 小明兴奋地跑到花丛中,欣赏着这五彩斑斓的春天。 当太阳爬上了天空,天空也变得异常美丽。 蔚蓝色的天空上,飘着洁白的云彩,像棉花糖一样,柔软可口。 小鸟们在天空中欢快地飞翔,欢快地歌声,充斥着整个乡间。 小明闭上眼睛,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,感受着春天的气息。 当太阳爬上了天空,天空也变得异常美丽。 蔚蓝色的天空上,飘着洁白的云彩,像棉花糖一样,柔软可口。 小鸟们在天空中欢快地飞翔,欢快地歌声,充斥着整个乡间。 小明闭上眼睛,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,感受着春天的气息。 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天空渐渐染上了一抹橙红色。 小明坐在田野上,静静地欣赏着夕阳下的田野景色。 远处的山巒在夕阳的映照下,变得金灿灿的,仿佛笼罩在一层温暖的光芒中。 小明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中。 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天空渐渐染上了一抹橙红色。 小明坐在田野上,静静地欣赏着夕阳下的田野景色。 远处的山巒在夕阳的映照下,变得金灿灿的,仿佛笼罩在一层温暖的光芒中。 小明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中。 夜幕降临,星星点点布满了夜空。 小明抬头仰望星空,看着闪烁的星星,她感叹着春天的奇妙。 在这样美丽的季节里,她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幸福。 春天来了,大地一片生机勃勃,色彩斑斓。 小明是一个住在乡村的孩子,她非常喜欢春天的色彩。 春天的清晨,小明走出家门,发现田野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朵。 有红色的玫瑰,黄色的菊花,蓝色的枫林花,还有粉色的桃花。 小明兴奋地跑到花丛中,欣赏着这五彩斑斓的春天。 当太阳爬上了天空,天空也变了一场美丽。 蔚蓝色的天空上,飘着洁白的云彩,像棉花糖一样柔软可口。 小鸟们在天空中欢快地飞翔,欢快的歌声充斥着整个乡间。 小明闭上眼睛,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,感受着春天的气息。 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天空渐渐染上一抹橙红色。 小明坐在田野上,静静地欣赏着夕阳下的田野景色。 远处的山巒在夕阳的映照下,变得金灿灿的,仿佛笼罩在一层温暖的光芒中。 小明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中。 夜幕降临,星星点点布满了夜空。 小明抬头仰望星空,看着闪烁的星星,他感叹着春天的奇妙。 在这样美丽的季节里,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幸福。